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民官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7月1号 所以下个礼拜的今天 国民党内部的总统初选民调 就要开始进行 而这一次高雄的公民的团体 草包不住火 割草靠你我的罢免运动 还在进行 然后韩国瑜还在持续的 肇事冲初选的民调 然后他可能面对的是两头空 包含了高雄的罢免 也高含了这个选总统的初选 乃至于大选 未必可以顺利过关 那这一次呢 郭涵两人到底最后 会不会一定选到底 民调的攻防是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今天包含了优传媒跟联合报 都追踪了最新民调数字 那不管是韩国瑜 或者是郭台铭 在联合报的民调数字上 都领先了蔡英文 而且呢 在党内的互比民调的数字 原核报的说法是打到平手 这中间的这个差距 只来到误差范围之内 然而对于韩国瑜来讲 两头内外交批的压力 可能造成最后两头空的结局 两头空的结局 背后有多少部位忍者故事跟内幕 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现场 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姚慧珍 大家好 再来是范云 大家好 再来是许清皇 大家好 再来是黄世聪 大家好 再来是黄光晴 大家晚安 再来是创夏 大家好 我们先看一下最后的造势 你们查过没有 他爸爸钱哪里赚来的 草地皮 我们今天在 许摩执送我的时候 他开了车上大学 他才是一个 佼佼的先军女 我只要填个表 我只有就有机会 拿到美国物照 70岁了 我还是只有一本物照 就是中华民国物照 我们真正中华民国的问题 不会破产 只有民进党执政这三年 中华民国 他不会管理啊 卫福部派了疾病管制局 到印尼 到越南 出钱 出力 出经验 帮助越南人跟印尼人 而对高雄的登革热 莫不关心 你蔡英文政府 是脑袋坏掉了吗 原来蔡英文执政这三年 在台湾完全在搞一国两制啊 韩国瑜 还是你们所有相亲 认识那个充满理想的韩国瑜啊 对不对 好 秦皇刚看到的是昨天最后 韩国瑜跟郭台铭 大家都在拼造势 不过呢 韩国瑜面对的可能是两头空的局面 对 没错 因为韩国瑜现在面对的状况是什么呢 他总统继续选下去 但是很多人认为说 他即便赢得了党内初选 但是可能输掉大选 但问题是 他就算回来当他高雄市市长 他也面对到一个高雄市民 到处在找他市政上的缺失 然后正在田要联署罢免韩国瑜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现在刚好在看什么呢 看在国民党党内初选这个时候 又有媒体在报道最新的民调的情况 这个最新的民调的情况 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当这个民调里面 如果是两两对决的时候 郭台铭是以45%赢蔡英文的30% 然后韩国瑜是以43%赢蔡英文的38% 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到他告诉你一个讯息是什么呢 这一家媒体的民调 他跟你说郭台铭如果在两两对决情况之下 会赢得比韩国瑜多 那么另外一个 他的主额是拿朱立伦来跟蔡英文做对比 看起来也是赢了10%左右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看起来在这家媒体都把韩国瑜的两两对比 放成是最弱的那一个部分 然后呢 在沙喀都里面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况 那他在沙喀都里面的情况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的沙喀都一定是建立在 民进党是蔡英文 白色力量是柯文哲 所以唯一会变化是 到底是韩国瑜或者是郭台铭呢 在里面我们看到的是 在沙喀都的情况之下 他所做出来的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是22% 然后呢 柯文哲是26% 韩国瑜是35% 韩国瑜胜 但是在另外一个郭台铭的对比里面呢 这个你看到的蔡英文掉到19% 柯文哲则是24% 然后呢 郭台铭是31% 可过郭台铭也是胜利的 但是里面告诉你两个讯息 在这一家媒体的民调 他跟你说 蔡英文在5月15号 跟5月 跟6月28号的民调比起来 基本上是几乎差不多的 然后没有动 好 这个事实情况是不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 但这个这家媒体的数字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指标的讯息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 他不管是在跟韩国瑜对决 或是跟郭台铭的撒卡都对决里面 柯文哲的民调 都是在往下掉的 跟韩国瑜PK对决里面 柯文哲的民调 从31%掉到26% 少了5% 那么在郭台铭的这个对决里面 则是从29%掉到24% 也一样是少了5% 所以在这个里面透露出来的讯息 好像是在跟柯文哲说 你的民调越来越低 你自己要小心 但是我们也很纳闷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柯文哲所不见的这5%的民调 我们之前的认知是应该很多年轻选票 会转移到蔡英文的身上去 但在他民调里面不但看不到这个作用 而且到了跟郭台铭对决的时候 还往下掉还不见了 导致魏表态的选民变成到25%左右 这个人数看起来增加很多 然后我们去看 他在现在做出来的 柯文哲对朱立伦对上什么 对上蔡英文的状况 是28对25跟21 然后我们回到国民党党内初选 去看这几个人的互比 这几个人的互比里面 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一家媒体的民调中 韩国瑜的支持度是30% 然后郭台铭是29% 那么朱立伦第三名是15% 所以很显然朱立伦跟另外两位的落差 其实有点大 但是他另外一个讯息 各位可以注意到的是 郭台铭跟韩国瑜只有差了1% 这个1%再讲更白话 就是误差范围之内了 这两个人不打到后面 还不知道赢的是谁 那刚刚那个是联合报的民调 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还有一个优传媒的民调 优传媒的民调 如果蔡英文单挑的对象 对决的是 郭台铭几乎是完全PK盘 而且你没有办法判断输赢 因为差距非常小 然后如果对上韩国瑜会大幅领先 那如果是三人的状况下 被压缩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在这一个三人的结构下面 相对都是小三的局面 但是以蔡英文对上郭台铭的数字来讲 也是陷入了完全在误差范围内的差距 然后以蔡英文对上韩国瑜的这个数字来讲 相对的差距比较大 所以优传媒今天追踪出来的民调 比较接近上个礼拜五的美地岛电子报的民调 就是说柯文哲变成小三 而且那个小三是有意义的小三 是两成的小三 就是说他民调比较高的时候是两成出 然后比较低的时候会看到18% 然后呢当他变成小三的时候 所谓蓝绿的代表人 那个差距非常逼近 而且一来一往可能就会逆转成半 对然后中间的落差就变得很小 所以在这个里面才会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这几份民调有一种说法是说 他给柯正英一个想法 是说如果再这样拖下去的话 他怕他的民调在蓝绿归对情况 更趋明显的情况之下 更遇到夹杀 他本来所想要维持的那么两成五的基本牌 可能会慢慢被大家侵蚀 蓝的吃一些绿的吃一些 他变得很小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说 他的表态时间可能会提早 那会不会发生大家可以等着看 因为他原来说要表态的时间延到九月去了 但是现在的讲法是有可能八月 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会表态 这是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状况是什么呢 现在政坛也有一个传言 这个传言是说什么呢 有一方的势力 希望可以塑造出一个郭柯佩的态势出来 因为在这个局里面看起来 郭台铭是在两两对决是有机会的 而柯文哲还是固定有他大概两成左右的基本盘 因为他差大概就18% 好的时候可以到25% 所以18到25%变成是他的基本盘 所以有一种想法是觉得郭柯佩 看起来就是很有机会的组合 但是在这个组合里面卡到什么呢 卡到个人主观意愿 某方面的阵营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组合一定会赢 他想要这样子 但是在柯方面的想法不见得这样想 因为他认为我如果有机会可以选得赢 我为什么要跟你配 我如果要选我就要选正的 我干嘛选负的 所以在这个大选里面呢 你会发现他所丢出来的讯号很多 传言也很多 但是这些民调数字呢 从他后面去解读 其实意义都不太一样 那我问你哦 这两份民调都有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就是郭台铭的民调在上升 然后韩国瑜的民调在下降 这两份民调搭配上个礼拜五的 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也有这个结构趋势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结构趋势常常说明的是 郭台铭搞不好胜算比韩国瑜大 然后尤其美丽岛电子报 跟着一个优传美的民调的时候呢 你看得出来 当这一个韩国瑜对象 蔡英文的差距反而是非常大的 然后如果是郭台铭对象蔡英文的时候 反而那个差距是在误差范围内的 所以这几份民调都说明一件事 叫做郭台铭上涨中 韩国瑜下跌中 然后郭台铭对象蔡英文的结局 到底谁赢谁输 可能最后一天才知道 应该说应对你刚刚讲的 郭台铭上涨中韩国瑜下跌中 他还要搭配一件事叫时间轴 这个时间轴如果拉越长 刚刚讲的那个趋势可能会更明显 因为我们都知道郭台铭相对于韩国瑜 他的起步就是比他晚 比他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是 在这里面就会有两个变数 第一个变数是什么呢 你也要中间选民跟知识选民 真的很认知你 真的要选了之后呢 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的论述 然后我来支持你 第二个变数是 对于那些深蓝的支持者来说 他们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们最需要的是 蓝的就是要赢嘛 我就是要讨厌民进党的势力 要能够赢嘛 所以他们之前所认知的是韩国瑜才会赢嘛 所以很多人其实还掉在那一个 不管叫做理性或是感性的认知里面 那么在那个认知里面真正的非韩不投 当然转移不太容易 可是你会发现在知识栏 经济栏 中间选民 甚至年轻选民 这一块 郭台铭都比韩国瑜来得有优势 因为其实我们从几份民调都看得到的是 韩国瑜的年轻选民 20到29 30到39 几乎都叫做崩盘 那崩盘的情况在20到29最明显 那这一块年轻人是绝对不会支持他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 郭台铭在这一块 第一排斥度没有那么高 第二可开发度很高 你光是看到 他跟YouTube的酒妹所拍的豪宅开箱文 那个点阅率超过200万人次哦 你从客观数字来看 他的可开发性是高的 所以在这个民调趋势里面 我刚才会说 这是搭配时间轴去看 你会看得到是什么呢 韩国瑜如果驱逐掉他的造势活动 因为他现在如果加造势活动 他的网路声量其实还是缓步的在下跌 那更不用说 民调其实是比较落后一点的指标 所以他也是几乎是同步往下的状况 但是你会看到 民调网路声量在上来 跟民调也都在上来 所以对郭台铭来说两个都在上升 但只是 现在的问题是 当7月15号 国民党党内初选 开票的结果那一天 郭台铭那一天的结果是赢韩国瑜 还是输韩国瑜 如果那一天 郭台铭的出来的结果 是输给韩国瑜的话 那么就很有可能是一个状况 韩国瑜当然是选 对不对 但是郭台铭是不是就一定不选 这就是一个选项 那另外一个情况是 当郭台铭如果赢了 郭台铭当然要选 但是韩国瑜就跟他的非韩不投自治的 就这么干涉就不选吗 这个可能考量也不一样 真的 所以或者韩国瑜又继续拼 这个总统大选下去 搞不好面对的真的是两头空 对现在他不只是两头空 我觉得现在整个结果 可能甚至影响到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 一个选举的席次 因为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根据联合报这一次 做的民调里面 在萨喀都的情况之下 韩国瑜的支持者 会转支持给郭台铭 或郭台铭的支持者 会转支持给韩国瑜的 比例竟然低于五成 就算是蓝绿对决好了 就算柯文哲不加入这一场选战 蓝绿对决 郭的支持者跟韩的支持者 彼此的转支持度 只有不到六成 换句话说 他们两棒相争 已经争到变成你死我活 我相信其实就算是 7月15号的国民党初选 结果出炉 另外一方都不会轻言退步 我甚至认为 其实已经底定这两个人 都会参加年底的选举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上的情况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连礼拜六的中国时报 他的评论社论里面 都特别去点到一点 就是说 谁来为失控的郭台铭解放 到底谁失控 对 你知道他里面开始讲到说 这个媒体的拥有者 大老板比较失控 还是郭台铭比较失控 我觉得这问题非常好 郭台铭搞不好心里想说 我也来办一份报纸 他现在最饿 真的 明明就是昨天有个造势场合 某个阵营的人最失控 我的意思是说 郭台铭现在要买媒体 可能买不了 没关系办报 然后郭台铭也可以来一个 红海的红海报 然后郭台铭的红海报 也可以来一篇社论 然后一样下一个标 谁来为失控的赛言明 然后一模一样的社论 直接把郭台铭 生个字 贴在赛言明 然后再打一个问号 就可以规避法律责任 对我跟你说 其实你讲得非常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今年年初 本来我们媒体圈传出来的消息是 郭台铭要买苹果日报 但是好像因为价钱的关系 所以就是这个案子 没有继续进行 不然的话 今天局面就是 苹果报大战米果报了 你知道吗 每天的社论 就互相指着来指着去 但他这篇文章非常有趣 他先去细数了韩国瑜 从去年以来所有的战机 然后他就提到一件事情 他就说你郭台铭突然之间 半路杀出了一个陈咬金 那你郭台铭在国民党中央的加持之下 突然宣布要参选 搅乱了国民党 一盘必胜的一个棋局 然后直指党中央的那个吴敦毅 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失控的状况 你要怎么解决 因为他认为 如果不是当初你吴敦毅 硬要颁发给荣誉的那个会员的资格 给郭台铭的话 整件事情不会演变到 今天未休息的地步 所以他你知道 他从年礼拜六的社论 大概只有姚慧正会去买吧 其他大家都用送 但是你知道我看了之后 我发现的时候 他现在所谓的 你看他的同一天报纸 礼拜六的二版 一整版一样再继续 就是加持郭台铭 负面加持郭台铭 他真的每天都黑锅 而且至少都是一整版 再加一个半版的一个规格 而且他的标题都是有各种面向的黑法 像这个黑法是 冻贺抹黑第四拳 对 他就直指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讲说 而且他里面还特别写到一句 就是郭台铭不是讲他说 国台办狗腿跟那个打手吗 他又讲 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可以污蔑媒体的老板 所以我都觉得现在每天的 每天的这个板头都是用新闻分析的方式 但是来就是 帮媒体的老板 质疑就是对立立场的一个总统参选人 所以这个真是非常的够意思 但大家非常惊讶哦 头盘是谁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说过 因为当你的那个韩国瑜的声势 但是开始下崩的情况之下 之前有很多人传出来 就是说蔡衍明先生有两个方案嘛 有Plan B 川普有Plan B 他也有Plan B 他的Plan B就是好像希望就是 柯文哲这一部分 可以就是转押吧 或者是 那我们来看哦 这一天的报纸头版头也很意外 因为这个是韩国瑜的最后 初选前的最后一场造势的前一天 对 正常情况下通常韩流的这一个媒体 应该会大举的帮忙宣传 然后帮忙造势 所以前一天竟然 这个头版封面并没有压韩国瑜 这个外界觉得很惊讶 因为他是礼拜六 就等于是造势当天早上出来 对 就他应该帮这个造势的场合 推宣传跟推 比如说香肠瀑布啊 然后有多少的那样 其实以前是这样做的 所以这意思就非常有意思 他竟然留了头版头的版面 竟然留给了柯文哲 而且去讲到双城论坛 现在你知道这两天 大家都在关注G20 根本没有人记得双城论坛 只有这家媒体提到双城论坛 可见得你知道 他们自己内部也有在评估 如果说当韩国瑜的声势真的 比如说他在党内初选 真的败落的话 对可能会有Plan B 就真的要上场了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这一次国民党内的 这一个党内初选 只剩下最后倒数的一个礼拜 不过韩国瑜一方面要面对 这个罢免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民调在下滑 而且创下以这个周末的肇事来讲 肇事完联合报立刻丢一个民调 而且这个民调说明什么 联合报说 郭台铭也会赢 韩国瑜也会赢 朱立伦也会赢 所以联合报第一个 用科学民调来说服韩粉说 不是只有韩国瑜会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联合报的民调 把这个党内互比打到平手 意思就是说郭台铭后来居上 那现在看起来 报媒体的立场 跟现在郭涵两人的对决 也开始产生了变化 其实这里面要回来是说 在那个肇事之后 其实有一个气氛 虽然韩国瑜最近的民调 一直往下滑 那声势也好像没有拉起来 就算那一天在新竹的肇事 或那一场 在那个第二次的国阵发表会 都没什么亮点 就在他国阵报告的时候 央视正在报一个新闻 然后这个是引力 就是那个We Care的发起人 他那天就坐在我旁边 大陆的人 他的朋友 看到央视的电视 立刻call了 然后拍给他 他就立刻给我看 央视就在 报道什么 拍的是说 台湾正在发起 罢免韩国瑜的运动 央视跟这个新闻 中国时报都没有用力 拿头版跟 央视都跟 央视就跟 就是他在发表证监的时候 就在他发表证监的时候 而且这是央视发的第三个讯号 第三次 而且他已经另外一台也报了 就是央视已经在报 罢免韩国瑜 而且就开始讲了 两头空 就用了我们用了两头空这个字眼 韩国瑜如果继续去参选国家领导人 台湾地区领导人 因为他不会用国家领导人 然后以及高雄市长 很可能两头空 还去访问了 你看央视什么时候把民进党的 司机员的场子 拿出来了 而且这个引力都特别把他那个框起来 民进党也上了央视 然后呢 而且还写了 只要连数两万多人很容易过关 所以其实韩国瑜的压力 你会看到完完全全的是 他发现连大陆那边开始去疑虑 他如果会出来 会不会是国民党的灾难 那我也碰到很几个国民党的立委 他们先前的时候呢 还想说一定要保护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至少会造势 造势的时候 他们选立委需要韩国瑜 然后现在每个人都讲说 他们是开始担心 选举的时候 要不要跟韩国瑜挂在一起 所以国民党真的就刚慧珍讲了 三叔的局面 其实是国民党里面内部 非常紧张的压力 所以这紧张压力之外呢 所以其他人呢 要去挺住 巩固住国民党的人呢 才告诉你说 郭台铭会赢啦 朱立伦会赢啦 那天晚上一定要留在家里 不要出去 一定要打电话 不然的话 非韩不投到7月14号 搞不好国民党出来的时候呢 总统输 市长没了 立委都会不会 有人巩固 是实习 那就不是两头空 那是三头空 因为高雄市长可能罢免 总统可能初选 这个韩国瑜过关 大选败官 然后这个立委的选战 可能行情选情也不好 所以光启 那韩国瑜个人 要面对一个 很大的政治的抉择 其实这已经是 国民党的 全党的事情了 民调 各家民调都告诉我们说 沙喀都的时候 连朱立伦都有一面嘛 那何况是 郭台铭跟 韩国瑜嘛 可是如果 两强对决 本土 本土派那块是 大地嘛 但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 郭台铭 他的跟 蔡英文的差距 是很拉大的 就国民党的好福选啊 吴敦英的主席也保得住啦 政权也比较不会丢掉啊 然后 高雄市是注定要丢掉了 你想想看 然后 立委好选啊 对不对 国民党不会被边缘化嘛 这个就是 中间选民 那联合报写一个评论 你要注意看啊 不要只看中国史词 他说 中间选民决定胜负啊 他告诉你 不是只是过初选的赢啊 这个韩粉跟韩国瑜 其实他们赢了初选 虽然很高兴 我也为他们鼓鼓掌 祝福你们 你们也真的可以放鞭炮 但是你赢初选 是为了什么 你是要把政权 国民党的政权拿回来嘛 你是要让立委 在国会的席次多一点嘛 而且是踩在你们高雄 不要的情况之下 然后 国民党不能被边缘化 因为你分析韩国瑜 他的属性 选票的属性 跟现在民调告诉你的话 就是 他的选票就是太边缘化 他集中在铁杆森栏嘛 他没有中间跟年轻选票 那你年轻你不要变了 因为前扑后进的 这样子一个 类学生运动 跟高雄人 造反了嘛 起义了嘛 你知道连那个邱于轩 还是被归类挺韩的议员 他的压力大到 他做一个决定 因为他以前也被韩粉洗板了 被威胁啊 他三个小孩你知道吗 他在某个节目里面痛哭流涕 压力道道的情况 他在上礼拜做一个决定了 那不能两全啊 他不上节目了 可以了吧 他就选择高雄了 他挺高雄 他一直讲他挺高雄 他也不希望人家延伸说 那我你不要扣帽子说 那我就不挺韩国瑜 是因为韩国瑜他做到 他自己分裂了嘛 你又是高雄市长 你又跑去选总统 那已经有太多的女性啊 当初剃光头就跳出来 不止陆淑媚啊 头发的毛都还没长齐啊 头发都没长长啊 女生最珍贵的 头发都没长长的情况之下 你就绷一下跑了 而且那个跑 以前也有落跑的政治人物 有人就说 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谁 我跟你讲 从来没有落跑了这么快的 那个是宇宙无敌超级 超跑了 那个跑的速度是让 原先投票给他的人 没有办法接受 好那我们就算了 初选 刚看了 两个人郭跟韩几乎打成平手啦 对 那个政府误差范围内 对不对 那你说三喀都的时候 郭台铭跟韩国瑜 他们也是一个13 一个12 也是在正负误差范围内 对 那几乎就是平手了 只有两个人对决的时候 郭台铭他比较稳 这就是我分析的那个重点嘛 对不对 而且光景你今天在脸书 要看你最后要什么嘛 对 而且你今天在脸书 还po一个文章 你质疑他的竞选经费 对 你说你采访到募集证人口述 对 募集证人募集了什么 募集了这个朋友传给他的单据 那单据是跟 应该说政治现金的这一个 高雄市长的选举经费有关的 对 你讲的是募集证人二号 对 我如果只有找一个人 那搞不好是 他反韩的嘛 我刚好找一个挺韩跟反韩 这两个都是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然后一号跟二号 你不要说那你没有一刀毙命你要拿单据 没有我告诉你单据是被武敦仪扣住了 被扣住了 因为这个时候还剩倒数几天 他做一个国民党的主席 他怎么可能放任 但是我找证人 证人也是证据嘛 证据力很强 而且你不用告我 你媒体也不是去访问他 赌一个麦说 我要告黄光秦 你不能给我道歉什么 不用 我自己字头罗网 我们就一起上法庭 因为很多东西是司法单位 他必须要去帮我们去找单据啊 他必须要去厘清的 还监察院也是一样 好 重点在哪里 好 我们先讲第一个目击证人的说法 好 重点在于说 这个第一号目击证人 他看到 而且他看到两次 对 就是第一次是吴敦仪拿单据给他看 第二次是有明确的三章 好 我引述你的文章脸书写 你说第一号目击证人 第一次是吴敦仪主席私下秀给他看的几张 因为他生气了 对 他很生气了 对 不是光秦我们先让观众朋友 厘清这些环节 就是然后呢 他看到的签单是有韩国瑜本人的签名的 对 然后第二次他一共看到三张也是签单 也是韩国瑜签收的竞选经费 对 他说第二次看到的每张是五百万 对 所以三张的五百万签单 合计就会有一千五百万 然后他说另外一张是两百七十万 那上面有一个签名 所以呢 一号目击证人 从吴敦仪那里看到了签单 对 签单上有韩国瑜本人的签名 对 而且有金额 然后光他看到的有三张五百万的 合计一千五百万 对 还有一张两百七十万 对 好 这是一号目击证人 亲口跟你说的故事 我知道你要什么 那我直接进二号证人 好 好 那些杂一杂八不用讲 二号证人 他经过两次确认 你传给我照片没有用 但是他看 他最后取信于他了 这个金主找证明了 找证人了 就是说这是他确认 他看到六七张单据是真的 六七张 他说他看到两种 两种数字 一种是两百多万的 一种是一百多万的 可是六七张如果加一加 也是破千万 对 我两个要表达的是说 好 我先把二号证人的完整故事 再陈述一遍 他说二号证人说 他有一个企业家朋友 奉吴敦利的指示 所以捐款给韩国瑜 意思可能就是吴敦利的好朋友 然后吴敦利拜托好朋友 他收听 他说他把捐款单据拍摄后 传给我看 那他认为 韩国瑜对吴敦利很不厚道 尤其他不断的攻击吴敦利 吴敦利的朋友看不下去 然后这个目击证人 他一看就发现 他传来的照片不止一张 而且并非他个人的捐款 对 所以他一开始没有办法辨别真假 然后呢 他为了证明这个所有的单据都是真的 真清楚 对 他说他找了一个关键人士跟我证明 还算给我听 然后他说 他的说法是 吴敦利请企业捐款给韩国瑜 大约至少有四千多万 对 他看到了六七笔单据 他看到的六七笔单据当中 有些是两百万 有些是一百五十万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什么人在场 他都说得很清楚 对 然后他也跟吴敦利求证 他也说有 只是他没有经手 就是说第二号目击证人 讲的完整故事叫做 吴敦利叫企业界朋友捐钱 吴敦利个人没有经手 然而吴敦利的朋友 也都有跟他回报说 姚慧珍认了一百万 范云认了一百五十万 没有单据在他那边 对 尤其正本是在国民党中央的 对 对 就是吴敦利口头上 叫我们好朋友收听 然后金流上 好朋友直接对韩国瑜 所以吴敦利中间没有过 但是单据在吴敦利手上 对 那要命了 吴敦利的东西一曝光 就是一刀要毙命 对 这就是之前蔡振元经历过一波 吴敦利没有否认 他说我没有 只是没讲金额 他并没有否认蔡振元的 蔡振元道歉 也不是针对他爆料的事件道歉 他只是说 如果让你们韩粉听起来不舒服 那我抱歉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还有一段很精彩的 因为那个韩国瑜选举 一直讲到他当选都讲 他创造一个奇迹是 一碗卤肉饭跟一瓶矿泉水 结果12月25号去年 韩国瑜不是就职吗 吴敦利主席 他当然会南下参加他就职大典 晚上就夜宿在国宾饭店 吴敦利就很生气 你一直讲你什么一碗卤肉饭 那如果按照我帮你募的款的话 那不是50万碗 就越去越去 等到我的一号募集证人 第二次听到他用卤肉饭来对等 他到底帮韩国瑜募到多少款的时候 他已经加到100万卤肉饭 一碗是他用45块算 所以总额就4000多万 我跟大家讲 我曾经因为我要负责任 我不可能说了就没有诚信 我前面说3700万 对不对 结果二号募集证人说 比这个多不止 所以我说不止是多少 4000多万 蔡政元的第一版 一开始也是给了4000多万 结果我一号证人也去提到蔡政元 当初讲的没有错 然后一号证人最关键是讲什么 因为他是韩国瑜选高雄市长 辅选阵营里面的大驾 他全程看到他有没有造势 这场是谁办的 我那里面没有写 王津平是三三造势 这部分三场是王津平负责 我都还没有寄进去 然后杨秋心他个人是300万 是杨秋心负责的 那一号募集证人还去问 那哪几场是你们自己办的 只有选前之夜那一场 跟11月17号的凤山场 那我有注意看 那其他场都是别人抖内吗 当然了 那王潜秋他对外的说法 他说大概是花费 那两场他们自己办 200到250万 那你把它扣掉 那他还花什么钱 他花什么钱 所以一号募集证人 气得反而不是他看到那三张 你看你看 不是 他气的是说 他明明大概算整个 因为韩国瑜也没什么竞选广告 没什么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 他有什么北漂那种的 但是他算大概整个花费 他猜测 他合理的推测估算 大概4000多万 那你报的1.29亿 你说8成7都是小额募款 那企业家是完全没贡献吗 他企业家算一个人才7万 一个7万跟他们眼睛看到的 不一样 200多万 100多万跟500万 那个差距很多嘛 我认识的企业家 要捐这种level的钱 都是以百万为单位的 没有人是一次拿7万的 这拿不出手的 他用钱还会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国民党再过一个礼拜 要这个初选对决 到底是郭台铭胜出 还是韩国瑜胜出 那除了双方的造势之外 政见的攻防呢 也看得出差异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说完今天来咯 这个 台湾出头天 出头天 台湾出头天 相信郭台铭 我们一定要向毒品宣战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这个毒品把整个 中华民族害得有多殘 所以下一任中华民国的总统 一定要把反毒 列为国家施政的重中之重 只要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所有的新生儿 从出生到六岁 由国家帮你养 其实人跟人的交往是三种 一个是嘴对嘴 一个是嘴对心 一个是心对心 如果一个企业家跟老公之间 是心对着心 劳动生产的效率会绝对不一样 我们爱护劳工 我们要发自内心 每一件事情 中小企业老板 都要帮你的劳工想好 这才是真正的爱劳工 关心劳工 好 事从刚刚看到的是 这个周末 政见发表的工房 那郭台铭有一个政见 是说零到六岁国家养 那外界就会工房讨论说 钱是怎么出 总共要花多少钱 然后韩国瑜讲到嘴对嘴 心连心 那外界觉得这个真的很征服宇宙 你怎么看 我觉得人在想什么 就会说什么话 那我觉得这个 事实上刚才光琴在讲 这个去年的政治现金案的时候 事实上我去年 我记得我跟林文就说 那时候有很多人 明明就有很多企业家捐钱给韩国瑜 韩国瑜还这样说 当时也很多韩粉骂我 说我造谣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先厘清一下 本节目的影片都有上传在节目 那本人也不会去下架影片 我也确实没有记错 我约莫在九月底左右 跟黄世聪就有过在年代向前看的节目内容当中对谈 当时黄世聪说他听到有企业界捐钱给韩国瑜 我说我也听到有我的企业界的朋友也捐钱 我当时跟黄世聪的对话叫做 总不会那么巧 捐钱给韩国瑜的人就那么巧 黄世聪也认识我也认识 那不是事实上就是当时确实有一批企业界捐钱给韩国瑜 真的还为数不少 那我们在节目内容就要讨论这个 只是我们没有把企业界的名字讲出来 对没有公布 对那当时我记得很多韩粉都有这个版面去洗版 说你什么造调什么之类一大堆这样说我怎样 但是事实上的确是如此 事实上郭台银之前有讲说他要考虑征铺人睡 那是他的想法 我觉得说至少 我觉得他至少在讲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或许可行性比较高 不像说另外别的候选人可能讲 那种我们都比如说从前一阵子的这个塞子 然后最近的这个口碑 我都已经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说真的 嘴对嘴可以做人工呼吸 对对对 也可以谈恋爱 心对心 心对心 我都已经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心对心要做灵魂伴侣 对 那我是觉得的确 因为我这一阵子常常跟很多企业家他们在吃饭聊天 或者是怎么样的状况 那我觉得很讶异的是说 过去我都认定他们就是偏蓝的这个企业家或是偏蓝的一些我认识的朋友 他们最近都是不业儿童都说他们实在是受不了韩国瑜 他们真的还跟我讲宁可如果韩国瑜出来宁可投给蔡英文 我说我们听错啊 你真的要投给蔡英文吗 我朋友在那边也讲过 真的有非常多这样子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 那郭董呢 他们说郭董我可以支持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国民党内部的很多中间蓝知识蓝 他们的确会有这样的担忧跟害怕 那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 刚好是郭董在这个板桥游这个一个造势晚会 那我呢 因为我家都住在那附近 所以我去我有去 我有去这个看了一下 然后你现在变郭粉吗 我完全不是郭董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整场气氛里面来说的话 郭董在上面讲的 哇义愤填膺啊 然后他下面的其实没什么反应 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粉丝跟这个韩国瑜的粉丝是很截然不同的 那我去看的时候 我去看当然中间也有一些 譬如说他们红海的员工 因为他们有红海员工有这个 他们园游会嘛 有不少红海员工 但是我看到里面其实有一些 这个父母亲带着小孩子的 或是我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 很多成员里面 我不敢说绝对没有被动员 当然也有被动员 但是也有一些是自动自发去的 那我因为我会问他们啊 我就说你们怎么会听他们在讲什么啊 他们很多人都是说 受不了韩国瑜才去这个地方 我有问现在郭董他们身边的人 就说那如果真的假设是 假设是真的韩国瑜出来的时候 你们又怎么办 他们真的会选到底吗 他们其实内部有两种意见 就是组合派跟组战派 但是我觉得事实上 核什么都败选了核什么 核就是说在想其他的办法 在党内想其他的办法 什么叫党内其他办法 郭台铭这个人生 等一下 郭台铭这个人生 有要做人家的手下的吗 他当然不会做手下 他譬如说国民党内有什么样的机制 譬如说之前 翻案 对翻案或是怎样的方法 就以前换柱现在换海 另外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自己出来 那他们有评估过这样一个状况 自己出来就是退党参选选到底 对他们有评估这样的状况 当然现在是他们两方意见来说的话 是主战派是比较占优势 但是因为现在还不到 怎么算战 退党参选算战 就是直接参选 直接参选到底 对这是主战派 目前是占优势 我如果是郭台铭我也占到底 对但是目前因为还没有到他们民调结束 所以他们现在还没有把这个议题摆上台面 但是即将到国民党的这个初选结束之后 我相信就会有动作出来 而且他们透露是会由下面的人来拱 他选的这个状况 那到底是什么方式我不知道 对但是他们的确有在想过这样的方案 就是说我们讲就是郭台铭 他其实是做事是很有步骤的 他是按照一步一步 他们是认为说 如果这个时间再拖下去的话 就是说他因为他的大军 其实他如果是八月份做民调 他一定赢啊 他可能就赢 他一定赢啊 就是说他现在 我不是帮郭台铭讲 我是讲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有人走空有人走多 然后现在今天联合报告诉你 他们打平 打平对于走空的就叫做死亡交叉 走多的就叫做黄金交叉 这个随着时间就差过去越差越大 对所以假设不是七月份 不是下个礼拜做民调 假设是八月份 搞不好结果就会不一样 他们认为就是说民调 事实上是郭会一直往上 但韩会一直往下 所以他们其实也蛮 就是说他们也一直在想办法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目前显然还是要等到民调之后 才能够决定他们要怎么做 但是就我所知 他们内部其实是 主战的声音是非常大的 因为郭台铭毕竟他已经 抛下红海的这个 已经都头都已经洗下去了 我觉得以他的个性 我就必须讲以他的个性 他通常决定一件事 他就会一直做到底 他会想办法做到底 所以我不知道他会想什么办法 但是我显然 他既然决定要出来选总统 我相信在总统大选那个名单里面 一定会有他的名字 只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了解他的个性是这个样子 而且以他的个性 他如果没有办法整合国民党 他搞不好就去整合柯文哲 或者是其他人 所以媒体岛电子报上个礼拜五 在那边做柯文哲跟郭台铭的组合 那都不是偶然 当然不是偶然 以郭台铭他的个性来说 他本来就很擅长于整合别人的这种状况 过去就是并购专家 所以我觉得他会想尽办法 我就说以他的个性 过去的个性 他会想尽办法 站到最后一刻 但是什么办法我们还现在不知道 而且他搞不好可以拉着朱立伦 我们跟王金平一起退党 对 那真的啊 就是我觉得哦 各位观众 我们从小看财经的 就是各种兵推剧本都要推 国民党分业之后再回来太多次了 国民党就只留韩国语 对 国民党跟国语党 对啊 那国语党当然也借壳上市成功 对 可是另外的政治能量 只要能够整合并不必然 一定输并不必然不能PK啊 就是我觉得国民党的初选结束 如果结果出来之后 我觉得才是他们下一步 可能他会内战 下一步分裂的开始 他可能那时候会更加精彩 对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韩国瑜会不会有 这个参选总统选到底 真的两头空 那这个局很多元 所以各种变数跟可能性都有 范云怎么观察 他一方面抢蓝的选票 可是我觉得他在证件上 你看得出来他在抢中间的选票 跟抢这个潜率的选票 还有年轻票 很多年轻爸爸妈妈会在意说 零到六岁国家 而且我告诉你这对年轻票有说服力 年轻人觉得你们老人年金还不是老人领到死 那为什么宝贝不能拿宝贝年金 或者中华民国的社福可不可以重分配 那我想讲一下就是说他这个题目我觉得选对了 就像刚刚宁关说的 这真的是打中了年轻人 包含中产阶级的痛 因为就是说生育率低 然后就是说幼稚园保姆太贵了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连朱利伦都讲不对 目前的回应 因为大家都还笑说 你这样算起来要一千多亿对不对 那就我们的税没有那么的高 可是这个算法都算错了 因为你如果拿以我们的国教来算 你绝对不是说我每个人要去补习班多少钱 国教来讲的话 我查过我们国家的教育经费 一整年是七千亿 那国小占这里面的25% 那我们假设国小念六年 如果幼稚园算三年的话 其实算出来一年的经费 其实只是要多支出800亿 那我们现在教育部一年 我们不是有一个 就是说五岁免学费吗 一年其实我们已经支出了400多亿 所以你其实以那个部分 再扩大值的做法不一样 那目前我们政府有个还蛮值得批评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蔡政府这边要小心 有个准公共化 一直被认为说是补助私托 因为事实上这件事情 我过去在妇女团里 我们推了十多年 总统的证件都是我们来推的 最大的阻力就是 私人的幼儿园的业主 觉得你与名真利 所以其实真正如果依照我们 国小教育这种做法来做的话 其实成本只要以目前的支出 一年400多亿 再花400亿 其实成千没有加那么的多 所以我非常的主张 就是说蔡政府 我觉得就是说郭台铭很厉害 只是他现在这个解放讲座了 什么基因期待行 你刚刚讲的政策简化 就是说土力营收效应 等等我帮你把你刚刚讲的政策简化 给观众朋友听 就是国小的公立国民教育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那中华民国的小孩子 每个人都可以接受非常普及 而且非常平价的教育 而且空间也很好 这件事情可以下修 对 其实就是往下延长国民教育 往下延长假设是三岁好了 往下延长 那至于打算要去私立学校的请便 或者打算要去美国学校 欧洲学校的请便 那是你们家的事 可是让三岁的孩子 都有一个托儿教育的基本原则 就等于最低的教育基准 是公托的育儿版 这是有可能可执行的 凌文真的很聪明 我再讲一下 没有 再来一遍 我再补充 那以现在的少子化 跟小学生中学生人数类减 所以他调度失资的人力 搞不好可以变成一部分的 幼儿园的失资人力 所以国民教育可以下修 对 就这个社会要面对一件事 如果老人年轻可以领到死 我讲领到死 可能得罪很多老人观众 那为什么对小孩的国民教育 不能下修 为什么一定要卡死在六岁 那如果下修到三岁 那是不是幼儿园的负担 对很多家长来讲 就会相对比较轻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我当过台北市的公餐委员 那民众每次都是iVoting 说我要公托 可是为什么推不动 因为你如果放在社会局的 学校的空教室就是不愿意让出来 可是你如果统规教育部下的话 他一条边就是叫校长做 就有办法 其实大家都知道少子化 学校很多空教室嘛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多少班 现在多少班 所以空间如果省下来 现在的中小学有很多 幼稚园补助的经费就降低了 对不对 因为你不用在这找地了嘛 所以你用 就是说民进党政府应该修法延伸 国民教育向下到三岁 那我就回头讲 那现在很多小学啊 我们小时候我念的小学 一班快要六十个人 现在台北市很多小学只有二十几个 然后他可能以前一个年级有十班 现在可能只有五班六班 好 那于是乎假设刚刚讲的小学下修 变成是小小班 小小班三岁就让他念 他需要的硬体就在小学里头 当基础来修改 空间这么好家长更放心啊 对不对 而且都社区啊 那他就会与民争利 那问题是你一半小学都不担心与民争利了 你一半幼稚为什么担心与民争利 没有那我理解这件事 我理解这件事 假设这样的话 国家预算跟国家经费 未必要一年后都要一千多亿 绝对不会用到一千多亿 但是他会伤到现在的幼稚园 所以他们会反对 随着我们推了很久 从阿扁时代做不下去 就是因为私立幼儿园都会反对 东升幼幼啊很多幼幼儿 对因为私立幼儿园 以前很容易 现在少子化 可是由于公托的名额太少 所以少子化的小孩 最终他会移到私立幼儿园 然后一个月基本开销两三万 所以每一个孩子 他可以创造的幼儿园 最后的总开销 一年是二三十万 这对私立托儿的这个教育来讲 是很大而且很肥的收入 对那政府现在是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不去处理这个体制的问题 他补助私立幼儿园 那你当然花的钱多得到的 可以收的学生少嘛 因为他就是要赚钱嘛 但等于是这个政策下转 等于是把私人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商业市场 收归城市政府来玩 还是最主要 因为还是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去双幼儿园 等等我可以说服很多台湾的老人 以前你看病 病人贵了要死 你如果出车好 你去急诊 你要先挂保证金 你没有一同万 很快保证金 他先给你开桌 你给他带走 现在有全民健保 你需要这样吗 不需要 那如果全民健保可以做得到 可是全民健保确实就伤害了 影响了过去医疗体系的收入 对不对 影响了收入 对 那可是公托或者幼儿教育 这是个可以讨论的公共政策 比那个期待学 跟那个基因的话 更正规更好 事实上是更应该推的啦 对 就是说相对来讲 它是一个更值得照顾全民的政策 而且你去修法的话 其实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就国民教育向下延伤 那郭台铭的团队是没有你这么强的 因为他没有认真做研究 因为我带了好几天推的 我关心这个问题十年了 郭台铭的团队如果拿这种政策 来说服这个社会 他搞不好会得到比较大的支持跟肯定 我觉得蔡政府应该要抢先做这样 因为他的团队真的蛮厉害的 对不对 打中大家的要害 只是目前提出的解放 打一半了 他才刚听到而已 而且他自己有投资期待写吧 图立特定产业 就图立特定产业嘛 我刚才讲 生医院这很奇怪 就是商人的想法 他没有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 就是你从国家的角度来讲 他就变成国民的义务的幼幼教育 就等于把小学教育的年纪往下修 对所以这个可以讨论 然后相对的攻防上 所以郭台铭争取到的支持度跟认同 跟韩国语就完全不一样 跨越蓝的这个部分 中间中产前率搞不好都有可能支持 因为他需要嘛 你做不出来这样 所以相对上 这一次郭台铭投入了大选 他也影响了台湾的族群跟结构 跟支持者的结构 其实你会看到郭台铭 他这个整个选 为什么大家一直觉得说 他一定会选下去 因为他越选 是越开始看到他是玩真的 然后玩真的 我现在相信说 他可能没想那么清楚 但是我刚刚为什么讲 因为以前的时候 外省人眷村 这样子就是把直接的小学 就要去负担 所以我们那些弟弟妹妹 就是幼稚园 就进到学校就去用 所以他其实大概 郭台铭没想那么多 没想到什么国民教育的延续 但是他会提出这一点 就是他自己的生活经验 因为他小时候的读书警察 就是一样 国家会补助他们去读书 所以他就把它延伸 那税的问题没那么严重 所以他当然也是 他当然也很知道说 出来之后 大家打他税的问题 所以他找过礼拜五 他还要再重新补充 可是郭台铭会看到 中间选民 年轻人 然后大家的问题 他是想办法去解释 然后包含他那天 当时素环针的一个AI 就很快 但是也证明说 他想要证明说 他是可以解决 企业的问题 所以他就在拍 那个云林的 酱油的广告 但是韩国瑜呢 那天会让大家觉得 他其实你看 在新竹那一场的时候 就知道他的心 其实他自己都担心 两头空 因为他在新竹里面 全部在讲高雄 他在新竹里面的时候 全部想到都是高雄 又是一国两制了 不好意思 新竹是台湾最有钱 跟最相对不老的地方 新竹的平均月收入 大概是高雄的double 但是主要原因是竹科 对 那主要原因是竹科的制造业 那也因此他相对的 平均年纪跟平均 平均年纪比较低 平均收入比较高 然后平均生的小孩比较多 而且然后他这边提到 然后那一天 其实我们同学们 最受不了是什么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 15岁的时候 只会吃汤圆 不懂了什么叫金圆 他在竹科线 其实我知道 至少以我们同学来讲 他到竹科那个地方去 在讲半导体的事情 然后在讲说 大家就讲说 他好像在做梦 他说四十年前 蒋经国呢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金圆 大家只要吃汤圆 大家就很傻眼了 因为我们的那个竹科 开始经营半导体 是民国六十三年 所以我小学 我十五岁的时候 都去竹科 看过半导体 那我只想说 那一比较是什么 至少郭台铭呢 很认真的 想要做一个总统 那当然在中间的学习过程 犯错的东西都还很多 但是韩国瑜呢 你会看到说 他一直以为 他的人气 他的那一套 高雄那一套 可以冲上来 可是他现在发现 真的是两头空 而且两头空里面 他现在呢 已经变成没办法 只要都会到了新竹 他其实知道 他现在最大问题 高雄高雄高雄 一个高雄就算他出现 就在现在这个 英粉的帮助之下 7月15号 他可能会出现 但是出现之后呢 大概他是两头空 而民进堂呢 是两头赢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哈喽 我是陈宁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 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